好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在CGN TV中文台 我们又相见了 我们在进行一个神学讲座 有关于来聆听神的声音的一个系列 在这个信息的系列里面 我们要来分享 要来思想 神是真的会向人说话 我们是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 那神也想要跟我们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 只要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频道 用心的来聆听神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是 单元二来聆听神的声音下 这个信息有一个主旨 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说到的四种态度会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清楚的明白 从神来的信息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好频率 调整好我们的频道 用心的来聆听来聆听神 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引导 神也会帮助我们做出很好不错的决定 有四种态度能够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明白从神来的信息 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比喻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 在比喻中的耶稣说 什么叫做心理的态度 这四种态度会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仔细的清楚的明白的 领受到从神来的信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明显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能够调整好你的频道 仔细的聆听神 那么神就能够来引导你 他能够帮助你做出很好的决定 因此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 神能够安慰你 当你需要带领的时候 神能够帮助你 那耶稣在这比喻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有一个农夫他出去撒种子 当他撒种子的时候 他的种子散播在四种不同的土壤上 那在古时候中东地区 他们没有把所有的种子都放在 都撒在同一个地点 然后用土埋起来 那这些农夫撒种的方法 称之为散播 因为农夫会带着一个小袋子在身旁 当他走到他已经跟离过的土地上的时候 他会把种子都散播出去 都抛出去 那很明显的 有些种子会落在好的土壤上 那有一些种子就不会 耶稣的意思是说 这四种土壤代表着四种心理的态度 他们不代表四种人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曾经经历过这四种心态 我们不时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心态当中 有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我们对神非常的敞开 我们会接受神想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态是封闭的 那如果是封闭的呢 那么我们便听不见上帝所说的话 在上一集第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谈到两种土壤 所代表的两种心理的态度 他们就是第一种土壤 讲的是路旁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是需要我们培养一颗敞开的心 在第二种土壤的里面呢 它是讲的是磐石 也就是浅薄的土壤的意思 代表的是一个表面的浮浅的心 那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呢 需要安排时间来聆听神 那今天我们要谈到 其他两种土壤 所代表的另外两种心理的态度 他们分别是第三种的土壤 也就是荆棘 这种荆棘呢 也就是长满杂草的意思 那它代表的是 已经被其他的事情 所占据的心思意念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庞杂 想了很多很分乱 很分杂的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挪去挪开那些 让我们分心的一切的人事地物 要分开来 要分 要能够厘清 那么在比喻里面 有第四种土壤 也就是好土的意思 它代表的是一颗愿意的心 已经预备好的心 愿意配合神所说的话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三种土壤 也就是荆棘 那这样的荆棘 也就是长满杂草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挪去 令我们分析的人事地物 好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七节 第四十节说 耶稣说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们挤住了 把荆棘呢 可以把那个种子 长出来的植物给挤住 四十节说 那落在荆棘里面的呢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了后呢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燕乐 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燕乐 挤住了 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会错过 听见神说话的一个时机 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满了许多其他的想法 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纷扰 这个想法 那个念头的 我们心思里面充满了 日常生活的那些 琐碎的一些事情 担忧 计划 目标 报复 账单 还有 现在在设备手机的line 那么方便 但是里面一打开 里面 叮咚叮咚 一大堆的 那种各式各样的 还有操不完的心 想不完的事情 那当弟兄姐妹 你我的心思意念里面 被这些事情充满的时候 那我们总是在思想这些事情 思虑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 把机会留给上帝 把时间留给上帝了 以至于呢 你就没有办法拥有 一颗安静平衡的心 既然没有办法拥有 一个安静平衡的心 神如何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这个是需要 就像一个 在一个晃动的 一个环境里面 你如何能够 好好地写出 工整标准的字来 那么这样一来 神就没有办法 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进入到我们的 圣灵就没有办法 对我们的心思一念 能够好端端地来说话 这个是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 你在生活当中 所面对的一个 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混乱 那我相信 大家一定有过 以下所说的这种经验 当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 小小的声音说 对不起系统忙碌中 请稍候 我觉得给你保证 你会等很久很久 然后他又再跟你重复说 对不起系统 还是忙碌中 请稍候 然后你就一边一边 等一边敲打你的桌面 因为公司 这个公司太忙碌了 占满了所有电话线 很多时候 当神想要对你 对我说话的时候 他得到也是一个 忙碌的一个讯息 讲话中 请稍候 好 弟兄姐妹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时候 当神想要对你 对我说话的时候 你的电话有没有挂好呢 或者是你不想要 使用你的插拨 来接上帝的电话 你必须要腾出 你的时间来 当你我太忙碌的时间后 那么 神怎么向我们说话呢 比如说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结论是 他们会让你我分心了 以至于我们忙 太忙碌了 忙到没有办法 来接听上帝的讯息 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他我再念一遍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你看挤住了 把那个植物 种子好不容易长出来的 那个植物呢 挤住了 好 十四节 但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了后呢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焉了 挤住了 你看 这边经文告诉我们 思虑 钱财 焉了 也会把神的道 把我们的信心 给卡住了 给挤住了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 结不出成熟的 好的子力来 好 所以呢 我们要来思想 长晚的杂草的土壤 是第三种 农夫会撒种 在上面的土壤 因为他在散播 他不会去 他没办法去选择的 就有些种子 而落在路边 飞鸟吃掉 落在磐石上 或 那现在是落在 撒在荆棘旁边 撒在荆棘丛里面 这个 这个就代表呢 我们已经被 其他的事物 人情事物 念头 所占据的 心思意念想法 结果呢 会造成我们会 分心 纷扰 这个时候 神的道 这个种子会发芽成长 可是要结果子的时候 你看呢 就会被周围的杂草 荆棘 所困住 所缠绕住 哇 混乱 真的是很不宽 好 那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活在没有任何生产力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 一种成果当中呢 那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会说 我不知道我应该 要如何使用我的生命呢 不知道该如何来使用 其实弟兄姐妹 在说明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跟神来相处 跟神在一起 这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 上帝不想要看到我们的 是这样的挥霍 浪费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这样的挥霍的 如果我们很少跟上帝一起讨论 我们的生命的时间 或者说 我们跟上帝一起讨论 我们生命的时间 跟我们担心我们生命的时间 是一样多的 那么你的担忧会少一些 神不会跟你玩这种游戏 上帝不会跟我们玩这种游戏 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计划跟有目的的 上帝做事情 思考思理是很周详 是很细腻很精确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坐在电视机前面 一边看肥皂剧 一边看韩剧 一边追剧 或者听广播 听LINE 听现在很多很好的IG等等 而明白上帝的计划 我们必须花时间单独的 与上帝在一起 与神独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往往会分心 弟兄姐妹你会分心 或者会让很多的 其他的人事物 如果事情 把上帝从我们生命当中 把它推出去 好像那个荆棘 把那个种子给挤住的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混淆了 活动力不等于生产力 我再讲一遍 活动力不等于生产力 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忙碌 但其实只是在兜圈子而已 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焦点的 这样的生活状况 是没有的节奏的 或者是说也没有理由 也是没有目的的 是没有建设性的 也就是说 弟兄姐妹 你我必须挪去 任何令我们分心的人事地物 所以耶稣说 令你的分心的事物 就好像是杂草一般 这个杂草呢 告诉我们有三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第一个叫做担忧 担忧 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说 因为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按着神的意识忧愁 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这个懊悔是没有后悔的 Amen 以至于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我们要听明白 有世俗的忧愁 保罗说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第一个 担忧会让你我分心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听见 神的所说的话 神要表达的讯息 我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 又祷告 又忧愁 又担忧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担忧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 问题与压力 在希腊文 担忧的意思就是指 同时被许多不同的方向拉扯 被拉扯 而且是被不同的方向来拉扯 所以当你担忧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听见上帝 想要对你所说的话 你听到的就是一堆杂乱的 不相干的 首尾不相连的讯息 担忧的结果 还是担忧 你的心里面 我们的心里面会被 其他很多的人事地物 所占据 所霸占 让我们分心 第一个是担忧 第二个是财富 好 箴言二十三章第五节说 你岂要定精在虚物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 如鹰向天飞去 也就是说财富也能够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杂草 也是荆棘 我们有的时候是那么的忙于赚钱 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给足够的时间 给上帝 都是忙去赚钱的 跑客户 联络客户 我们是那么忙碌的赚钱 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 好好的活着 能够好好的喘口喘息下来 我们没有真正的享受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只是早上起床 然后去工作 去上班 然后我们努力的把工作做好 付清我们的账单 追求一个更美好的 明天更好的生活 然后处理过 防满的工作生活当中 所有的琐碎的事情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睡觉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们起床 然后做着相同的事情 重复每一天的行程 因为我们时间太拥挤了 以至于上帝被挤出去了 上帝得到的不过是 我们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所剩下来的 剩余的时间 那我们可能想要赚钱的同时 我们可能就渐渐的 忘记了上帝 忘记了神 好第三个是享乐 传道出十一章第九节说 少年人 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的 看你一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神问你 另外一个杂草是享乐 娱乐其实没有什么不对 你认为是谁给你 这样享乐的能力跟机会 就是上帝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乐趣 神给我们感官能力 与处资的感官 让我们能够享受娱乐 神想要让我们享受娱乐 但是神说 我们可能会过度的想要享乐 厌乐 以至于忘记了神 当厌乐娱乐 消遣代替了敬拜 我们会说 夏天够了 夏天到了 我想这个礼拜 我不要去教会主日了 我要去 我要去哪里玩 我不要去小组了 我要去度假 我带孩子去嗨一下 所以我不想要更多的 灵修的时间 点点点 那请问弟兄姐妹 你我到底是在放谁的假呢 是上帝吗 我们可能那么的专注 在享乐的上 其实上帝也的确是 让我们好的享乐 放松安息 可是当享乐娱乐 成为我们生命中 当中的首位的时候 你猜猜看 是谁被挤下去 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杂草 你可以写一下名单 有哪些事情 倾向会让你分心 把神推开来 可能是一个关系 一个责任 一个惯性 一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人 等等 任何一个杂草 都会让我们分心 让我们去延宕 也至于我们找不到 足够的时间 跟神互动 跟神独处 所以弟兄姐妹 你我要安定下来 要静下来 要平静下来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跟神说 神啊 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说呢 请说仆人敬听 那有些时候呢 在日子里面呢 神会 有些日子呢 神也 神不见得会 也就是说呢 我们那条线 那个频道 要随时预备好 这样一来 神就会对我们说话 一个非常神学的问题 我们要花多少精力 才能够使杂草成长呢 大家猜猜看 要花多少时间呢 当然是完全不用 你不用花任何的精力 农作物跟杂草 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朵花需要精细的栽培 施肥 修剪 浇水 浇灌 还不见得会 一定会长得很好 但是呢 你不需要喂杂草 我们不需要喂杂草 做任何一件事情 它会长得很有爆炸性 长得很丰富 很丰润 那就是 那就是它们之间 不一样的地方 你不需要浇水给杂草 它们总是会生长的 杂草呢 是疏忽的记号 是疏忽的标记 它长满了野草 这个就是疏忽的一个记号 当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疏忽了跟神在一起的时光 当我们开始疏忽了一个小组 或者是我们开始呢 疏忽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敬拜 或者我们疏忽 懒于去参与教会的装备课程 也不参加RPG祷告的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 因为参加RPG祷告 里面有很好的保障跟恢复 两三个人一起奉主 我们聚集 他们就会经验到 主就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所以任何这些事情呢 这些杂草都会让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 那圣经上怎么说呢 它会将会压抑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力 我们会开始失去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目的 以及我们平静安稳的感觉 我们的处理压力的能力等等 这些就渐渐就疏离了 好像罗德一样 渐渐挪一帐门靠近 所多玛恶摩拉等等 杂草会抑制我们的生命 会抑制我们属灵的生命力 而这一节开始就是 单单只是因为我们疏忽于 跟神在一起的时光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第四个呢 很重要的 用于配合神所说的话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 耶稣说 但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吃熟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识 忍耐着结识 对那些早就准备好的 无论是神 告诉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就会去怎么做的人 神往往就会对他们说话 神就往往会说话 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 都希望神对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才决定 到底我们要不要 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 但是神会说 你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我不会跟你进行这样的游戏 我不会向你说话 除非你预备好 你下定决心 神会对已经准备好的人说话 这些人在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 就会照着神所说的去做 听命胜于献祭 胜过公养的自由 神啊 你已经看见了我们的态度了 看见我的态度了 现在请你告诉我 该怎么做吧 请说仆人敬听 这个是上帝最喜悦的一个态度 阿们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听见神对你说话 那么你就需要跟上帝说 亲爱的上帝 是的 神啊 无论你叫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去做 我已经预备好了 无论我是明白的 不明白的 无论这个听起来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难度 无论是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 尤其是我不喜欢的 或者违反我的惯性的 不是我惯性所习惯的 但因为这道是神的道 是你的真理的法则 主我就愿意去行 主啊 我相信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更喜悦 我会更喜乐 甚至我所知道的 我不要只是听道而不行道 重点在于愿意扎根 愿意向上帝为生 我们一起说向上帝为生 所以弟兄姐妹 这第四种好土 代表是一颗愿意的心 愿意谦卑 在神面前在人面前 鲜卑受教的一颗心 弟兄姐妹 在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神说我们要做什么 要听什么 要旅行什么 要实践什么 我们都愿意 所以这十八十五节说 但那落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是有在诚实的良善的心里 并且忍耐的结识 弟兄姐妹 会结识的只要忍耐 付出忍耐的代价 所以把这个持守 这个很好的话语圈起来 我们会得祝福 我们不仅仅听见神的道 而且我们持守神的道 你我把它写下来 我们愿意倾听 我们愿意思考神的道 不断的去背诵 也不断的复习 把神的话语 安放在心里面 存在心思里面 来默念默想神的话语 结果就是一个 结识的生命 是一个蒙祝福的一个生命 是一个蒙祝福的开端 弟兄姐妹 你愿意活出这样的 有意义的人生吗 我们要好好地思想 在神面前好好地来分辨 来下定决心 你愿意来领受 这样的结识丰盛 累累的这样一个人生的果效 来蒙祝福吗 你期待被神这样的 结识累累的祝福给追上吗 求主来祝福你这样的 一个摆上 让我们可以得到 丰盛的喜乐 以挽足的生命 阿们 那么我们就要做到 以下这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 二十二节所说的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不要单单听道 来自己欺哄自己 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自己来欺哄自己 如果我们认为说 只要单单的听道 单单来教会 来听聚会 来听信息 我们就会成长 那么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的 结论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欺哄自己 我们不能只是听道 要行道 要扎根 要尾声 要付出于实践 立定心智 遵循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阿们 好 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 如果现在就把我们的大脑 连接在一台机器上 然后透过里面的荧幕 来呈现 来展现我们的 现在的想法 好 那我相信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 可能会感觉到 很不好意思 我们会可能会觉得 说会有个空白的荧幕 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 属灵的脑坡图像 会显现出来呢 你的心思意念 会是封闭的吗 你会不会是一个 呈现的是一个 表面的肤浅的一个图像呢 肤浅的心态呢 来到主日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兴奋 当我们走出教会之后呢 就会忘记的忘了一切 忘了一干二净 我们会不会分心 虽然你想要做对的事情 但现在你却太忙碌了 还是你有一个谦卑 顺服 乐意预备好的心呢 我们要用 现在用这个问题 来做一个总结 在这个信息 今天我们 我们在这空中相见 在这样一个信息的分享之后呢 你会采取怎样的一个行动呢 弟兄姐妹 雅各书 我再重复念一遍 二色节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不要单单听道 你相谋相近 神现在正在对你说话 你必须下定决心 要采取行动 牧师期待你现在 听完信息之后的 这个时刻呢 你就会看见 有一次看不见的飞鸟 就会飞过来 就是魔鬼 会是偷掉 偷偷的吃掉 今天我们所撒下的 这个信心的话语 这个蒙福的法则 这个飞鸟呢 它会想尽办法 让你的心分岔 或者这个时候 电话就响起来了 让你想一想 你今天的午餐该吃什么呢 或者今天想想 这个停车场里面 那个挡在你车位 不让你好好停车的 那个人的样子呢 或者是各式各样 让你分心的人事地物呢 以上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要帮助我们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不然弟友姐妹 你今天美好的时光 有浪费 又虚度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息 今天的信息就是 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 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也许神要你好好的参加 RPG的祷告小组 跟弟兄姐妹一起 好好的为一些事情 你个人的事情 切身的事情 教会的事情 小组的事情 来迫切了仰望神 来祷告神 那个也没有花你很多时间 也不过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顶多半个钟头 可是你花了这个时间 就像种子一样 种在好土里面 结果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结果是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收成 阿们 要不要领受 这样的祝福呢 或者说你好好的恢复 你的每天早上的 成根灵修 用时间 用五分钟 甚至五分钟都好 跟神祷告 来请心图意 把每一天的经文 按时分凉的 让神有机会 对你以我来 按时分凉 领受到属天的灵粮 让我们的心灵 得安慰 得滋润 得畅快 然后饱满了一切的身灵 身心灵的祝福 去免得一天的冲击 一天的挑战 一天的需要 这不是更美善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牧师期待 你要采取某种行动 不要白白浪费 今天你所听到的 任何一篇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把这样美好的信息 跟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 我们要善尽 我们每一天的时间 的一个职责 我们要成为时间 成为我们时光的好主人 成为一个好的管家 那这四种土壤的 最后一种土壤 成为我们生命的 美好的一个心态 成为一个美好的心田 成为一个肥土 成为一个好土 有愿意的心 蒙悦纳 蒙秤许 求圣灵 要当我们的心田 当弟兄姐妹 你的儿女们 预备好心田 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 祝亲爱的圣灵 保卫圣灵 你就向你的儿女说话 不但说话 天天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天天明白 你话语中的精妙 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 如同美生的甘甜 让我们圣灵中 炸下美善的根 得美好的果汁 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收成 愿这样的祝福 这样的果相 领导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不断的被你生命中 美好的祝福来追上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我们耶稣的人民祈求 阿们 祝福大家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